發很難嗎?辛葵很難嗎? 這英雄說老娘老了不出水最難滑啦 但是只要你把他練到劃盡 記錄記憶爆了你就原地成仙 發現任何對手都是個紮載王者 他甚至是極高端玩家愛爆的狗角 沒錯就是 I'm loving you instead 這把仙者冷卻惡魔人讓對面有鳥人颯枷 還有狗角恩里一直打 恐怕射他們一堆白色東西 無論收割術死亡助攻還是輸出成傷 參團都比射手好 但是MVP卻是他沒關係 還是拿出最高輸出最高雞雞到今晚 這個狗角真的好好享受 本節目沒有人贊助播出 開明星點讚是個好習慣 大家好我是MADTEAM的WOW 這次帶來的是久違的英雄 很罕見 真的是沒多少個小兄弟去用的 我們羅娥 其實很多小兄弟是喜歡用 但是不敢用 就像你看到你的女神一樣 不敢跟她搭話 而這個版本我們的容錯率可謂是 低之又低啊 看她哎呀小狐狸 你也有的滑來滑去嗎 看到個鳥人 以前有毛的只有我們這個英雄 現在有毛的 說中路 還有個鳥人 他有鳥毛 我們這個就是 呃 這麼陰暗的毛 現在這個英雄小兄弟們 盡量帶煉金啊 要發育 發育的慢 你就沒有後面 後面就沒有了 後面就不保 啊技能滑過去一手大招 還來記得要打出爆炸傷害 月塔呀小兄弟 要是砍一砍這裡就收割對面菲尼克 看到上路這 呃 直接搭配小兄弟 收割對面的愛理 如果你的佛洛倫滑起來 效益那是成正筆的 啊 就是說你花了10小時去練怎麼滑 啊你就能夠真的滑成 有10小時的那實力啊 很高的回報 可是羅爾這個英雄呢 你得花上幾十個小時 啊幾十個小時你才能力保不失 用這個英雄只要稍微一點點 二技能滑錯 在團戰中 一下就蒸發了 正因為如此 現在你如果打王者的話 還是會看到很多人在用 但是出裝會怎麼因應呢 血量會給他堆上去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把我們用羅爾 可是塞的是賢者 所有破防裝我都幫大家率先測試過 第二好的是極寒之戶 因為我們這個英雄極需要坦度 可是有了物防血量還是不夠 所以說極寒我們用成了 啊賢者領域嘛 啊看到個鳥人啊 直接一技能再二技能我又 哇這麼就躲了不是嗎 二技能又滑一下 他一定很愛你啊 阿都恩 再搞一下 哇又有 喔這個閃陷阱 喔好痛啊 哇我低估了 你們也沒關係啊 因為 我有打成殘血 我們把對面移換三 我們收割一個 再把對面兩個給收割 怎麼也得換啊 值得啊 回首這一局算好 因為呢 小兄弟們肯讓個藍出來 可是這不要打了 因為藍沒血了 小兄弟們還在繼續 藍首先逃的時候 我們就早已決定 這一波團戰不去餐一角 要是藍繼續打他有量的話 我剛剛就會直接氣這個藍趴兒去 不吃藍趴 反倒是直接去餐團 回來再吃啊 看到了艾里 他名字叫輔助部買輔助裝 這聽到也是真心酸 我遇到很多 我打輔助 然後 啊 沒輔助裝的人 哎呀 一個大招過去 你還想跳高高 我看到你小內內 還有個鳥人 你的鳥 沒鳥 鳥那麼短 我砍斷的鳥啊 毛都給他拔掉 白虎 看到中路這 我們啊 有冷卻 又有物防 還有 磨川 小兄弟就問這 冷卻夠不夠 只有冷卻鞋再加上一手 惡魔的微笑 肯定夠 為什麼 因為這把打野是星葵 他可以給我們 即便他不給我們藍趴 也沒關係 還打過去能夠收割他嘛 艾里切尼 二技能 清醒 這些 都是在那 0.01秒之內 要去 判斷 什麼時候繳 繳的方向 如果繳錯了一點點 直接就完蛋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如果這個英雄難度如此之高 因為稍有發揮不好就完蛋 可是你發揮得很好 他 也不一定說 能夠有很高的發揮 倒是 要去到 極高極高的發揮 你馬上就感覺這個英雄 在中路成神了 沒到那個境界就用不了 所以說門檻超級的高 以前就沒那麼高啊 因為以前沒那麼多 噁心的角色 現在不一樣 看 哦 我直接滑進你塔內 幹你兩個啦 二技能要拉出 還有個艾里坦 前往你Auto掉 直接二技能往你臉上 大殺特殺 他直接甩他的東西出來 那麼短 還要甩出來 一笑大方 沒關係 看到上路 鳥人 是時候上路了 二技能要大招直接滑 他還飛 哦還想飛上天 你飛的快 還是我們秒殺的快 一技能二技能就滑進去 怎麼打 哦收割已經暴走了 我一手看到個艾里 還有誰 菲尼克要出來嗎 不用 這裡剛剛有信息跳出來 沒所謂 一個一技能二技能二技能要 哦 哦 預判你的預判 埋伏一張獻金卡 把獻金卡 按掉對面的鏡 然後二技能往回滑 看到對面主堡爆掉 可是 這個 我對MVP這回事沒什麼渴望的 可是 我輸出比亥牙高 我輸出比亥牙高 承受傷害比亥牙低 就是說 沒有那麼多無意義的抗傷 成為輸出位 然後參團率比他高 助攻也比他高 死亡次數大家一樣 掌握最高機機最高輸出 但是 MVP是在他手上 沒關係 你只能說 哦 原來這一把 這一板 哇 要拿最高推塔 最高推塔 屌打一切 什麼數據都不夠 最高推塔來 就是這樣 這參團率都比他高 10多20%了 啊 輸出量都30多 這個我 也沒關係啦 這個他拿到我也 覺得 很好 他有盡力 最新版之中 他最適合他什麼 英雄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一位 查根納爾 我們是一個比較怕控制的英雄 需要一個隊友去為我們承受住來自敵人的打擊 他的大招可以解除大部分控制 能提高我們生存能力以及作戰能力 是搭配我們的不二選擇 最大的第二個英雄就是美娜 面對切入型英雄 我們需要拉開範圍 而美娜不僅能做到大招嘲諷 使我們能夠在比較安全的環境輸出 也能在對方站位密集的地方群控嘲諷效果 讓我們盡情輸出打出更多AOE真實傷害 壓制什麼英雄 第一個就是克萊斯 我們在團戰中的爆發很高 利用被動的真實傷害效果很好壓制 克萊斯這種技能的護盾型英雄 而且被動的還帶有減速效果 在當抓或者 團戰中很好擊殺或者壓住他 自身也不會遭受很高的傷害 壓制的第二個英雄就是愛里 對到愛里的話 我們很容易打的點在於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二技能 輕鬆躲開他一技能 每次他想要打我們 我們都能夠盡情的躲開他 問題是我們要有大招在的時候 開啟了大招 要是愛里想要切任何中路都好 都是切不掉我們這鎖額 為什麼英雄給壓制 第一個就是阿萊斯特 我們劃來劃去又如何 阿萊斯特直接鎖住 壓制我們的第二個英雄就是 艾瑞同樣道理 我們這英雄 即便你真的多會操作 阿萊 艾瑞就是天敵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MATTEAM的窩窩 喜歡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 點讚 還有分享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